敬爱的老师们,亲爱的同学们,尊敬的各位评审,大家好,我是一名高中一年级的学生,在此这机会,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普遍的话题,就是新生。 一般而言,新生是一种道德意识,这种道德意识,藏在每个人的内心中,而不断地发展,从而,引导人们采取良好的行动,避免不良的行为。 新生引导人,良好的,很负责的,与自己的关系,与其他人的关系,与周围环境,以及与神之间的关系, 设行他的义务和责任。 在我们每个人内部,新生总是在道德意识中起作用, 这意味着,他对我们的行为,进行考虑和判断之前,他已经知道并意识到善和恶。 之后,新生会让人进行考虑、计划中的行为。 行为良好时,他一般会继续设施。 相反的行为被逼时,他会往往禁止人去做。 新生给人考虑而已,但因为人有自由,就是有人自己来决定。 另一方面,新生还可以评估人类所做的行动,无论是良好的行动, 而符合道德价值观的,或是邪恶的,并危害他人的行动。 目前,我们听到好多令人真正的事件, 例如,陷入烂交的青少年人数升高,吸毒和使用非法毒品、斗殴, 而其他许多违法行为。 之所以,会发生这种情况。 是因为大多数人滥用了自己的自由,忽略了新生的儿女。 因此,随着时间的流失,新生将变得稀弱。 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按照社会规范生活的人, 那我们就要一直培养而加强我们的新生。 当开始行动时,我们要聆听新生的考虑, 并做某种活动后,还要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评估。 我们要决心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 因为,新生是有价格的东西, 也是我们行动的最后准则。 最后,我想请我们每个人尊顺并始终培养我们的新生。 谢谢大家!